甲安乡公所连续5年以上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分类优等奖 并且运用了30万元的奖励金 在加强资源回收的业务推动 110年度是在获得中央考核乡镇市优等奖 及花莲县A主特优等殊荣 乡长游淑珍感谢清洁队员辛劳 七首相亲共同来守护清净家园 甲安乡公所连续5年以上获得行政院环保署 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分类优等奖 并且运用30万元奖励金 在加强资源回收环保业务推动 111年度再获中央考核乡镇市优等奖 还有花莲县A主特优等双殊荣 乡长游淑珍感谢清洁队员的辛劳 七首相亲落实资源回收分类工作 要守护清净家园 甲安乡连续5年以上获得环保署 源头减量资源回收分类的优等奖 而且连年30万的奖金 溢注在吉安乡 为我们继续长远的来耕耘 爱地球做好环保的工作 谢谢所有的乡亲 因为你们的垃圾分类落实 厨余的有效分类 让我们得到的这个奖项属于我们的乡亲跟清洁队和公所 共够的力量跟肯定的支持 因此我们希望代代的环保能够更落实的做好生根 在吉安获得全县 捷径家园第一名的荣耀 属于乡亲跟清洁队 还有我们公所团队共够的力量 谢谢有大家 游淑珍表示 优质城乡是以环境清洁为首要的品管 荣获花莲县清洁家园第一名的吉安乡 则无旁贷要持续优化环境 落实管理责任 用创新创意推展环保支收的任务 也期盼乡亲们可以携手 共同来打造美好的清洁家园 介续会见相报道